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护皇上 全部留在这儿 朕一个人过去就可以了 皇上不必多说 请连朕来看你了 朕不上香 也不祭奠 朕要在墓碑上刻下并地连 你会明白朕的一片心的 阿玛 阿玛 不用担心 孩儿我今天采用的是一级戒备 刺客绝对进不来 除了大内高手层层射防之外 孩儿更加入了西洋枪跟空军 空军 什么是空军 走 走啊 来呀 阿玛你看 这就是空军 这风筝可以载人 上面更有强母 士兵已经做好准备 准备随时升空作战 好 亏你想得出来啊 可我只有一个儿子 你还要和师公主结婚 你要小心啊 阿玛 你就放心吧 孩儿已经不是小孩了 他们看 看 我连西洋枪都带在身上 我担心她今天就是 连一只蚊子也飞不进来 好 和父爷你听听 附近的鸟兽都突然无声 好像有什么异样 徐公公 你也太紧张了 看 皇上龙危在此 当然所有的鸟兽 都要回避三舍了 护卫工作确定没有问题吗 今天 我是五步一哨 十步一赢 我刚说过 他连只蚊子都飞不进来 放心 和父爷 我看你的说法有点问题 不是 我是姓徐的 我说你这 你这又是和解 因为我好像看见一只大鸟 向我们飞过来 有 有刺客 保护皇上 保护皇上 徐公公 你不用担心 我马上派我的空军出动 现在就上空拦截 你就瞧好吧 躲开 拿着 上空 我上空军出了 我捅 你捅 我捅 我捅 你捅 你捅 没有看作人 你应该感到高兴才是吧 多谢皇上夸奖 我也相信风神他会应有沙滴 保护皇上安全 皇上 此地不宜久留 奴才还是先送皇上回行载吧 和珍 奴才在 这里就交给你和风神处理了 没问题皇上 有我在就行啊 你快宣 保护皇上 皇上 我儿子快 救人哪 救人哪 来人哪 救皇上 救皇上 快啊 一部分人救皇上 一部分人救我儿子 是 哪有 哪有 呀 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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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奴才护驾不力 皇上受惊了 徐安 传直 就是掏干河水 也要抓到那个刺客 朕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是 儿子 儿子 你在哪里 儿子 你没事吧 再说话呀 儿子 你会哭就好啊 什么空军啊 好了回去再说啊 走了 空军没了 啊 皇上 你是九五之尊啊 不要为了区区一个逆贼而烦恼吗 不要伤了龙体啊 区区逆贼 河山 今天你也看到了光天化日之下 徐连竟是重重示位辱物 长驱之入 差一点就要了朕的性命 大内高手统统是废物一堆 你说朕怎能不担心烦恼 皇上教训的是啊 奴才没有调解好手下这帮废物 以至于让皇上担忧了 实在有亏于皇上对朕的宠爱 有亏于皇上皇恩好当 有亏于皇上对我的准准 得了得了得了 这事儿也不应该怪你 只不过是贼人武功高强 河山 你平时点子最多 最小的讨朕开心 就这件事你有没有想法 皇上对我大恩大德啊 臣实在是诚惶诚恐 为皇上排忧解难 那是我义不容辞的值得所在 也是我人生追求的最大目标的嘛 吓得逆犯徐连屡刺三番的刺杀皇上 这皇上担惊手怕 臣看在眼里痛在心中 我心如刀割痛心无比 所以我脚尽脑汁啊 我睡也睡不着 我吃也吃不下呀 苦苦思索呀 真恨不得我就是皇上您哪 不不不不 皇上就是我呀 不不不不不 我的意思是徐连杀了您哪 不是徐连杀了我呀 我恨不得替皇上受难就好了吗 何爱卿 平时你都是伶牙俐齿的 今天怎么如此词不达意呢 讲了半天 没有想出应对的良策 良策啊 良策啊 良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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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策良策良策 良策良策 臣暂时没想出来 不过呢 臣经过深思处理 终于想到了关键的一点 什么 您想要皇上 徐连三番四次的行刺于您 时间地点都把握得分毫不差眼 就像是跟在皇上您身边一样 所以我怀疑呢 是不是逆贼徐连在宫里面有内应 他们的英外合 徐连的行刺才会如此得心应手啊 听你说的如此玄乎 不过你说的也不无道理 和申 你认为这内奸会是谁呢 臣不知当不当讲啊 你尽管直说朕不会怪你 那臣就直说了 臣已经派人暗中秘密调查 我认为有一个人陷你罪的 哪个 徐安 徐公公 徐公公 什么也没有找到 继续找 是 继续找 这不可能啊 徐安跟在朕的身边 已经有好几年了 向来是任劳任怨 忠心耿耿 就算是宫里真的有内奸 也绝不会是他 皇上啊 您可不要被表面现象所迷惑呀 有些人呢貌似忠诚 实在郎子野心哪 奴才呢 对徐安呢一直是有所怀疑的 您想啊皇上 他也姓徐 是不是会与徐连同宗同族 浪费为奸哪 况且啊 据奴才所知呢 徐安不知拖了什么关系 使了什么手段 才混进宫来当上了太监哪 来历不明啊皇上 他武功高强啊 一旦有别 后果不堪设想 虽然你说的也有些道理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徐安这几年来 一直待在朕的身边 可谓寸步不理 他要是图谋不轨 机会简直数不胜数 何必如此费心 要什么徐连来刺杀朕呢 再说 今天徐连刺杀朕的时候 你也看到了 徐安奋不顾身冒险救朕 要不是他 结果朕是不堪设想啊 但是皇上 没什么但是 不管怎样 朕不会怀疑到他的身上 我希望你也一样 你和徐安是朕的左膀右臂 都是朝廷的动量之才 可不要因为这 而互相上了和气 明白吗 明白 皇上英明过人 慧眼独具 和身真是万万不及啊 皇上放心啊 您的话 卫臣一定牢记在心 时刻都不敢受用懈怠 嗯 哎呀 赶紧躺下 小心崩开了伤口 哦 嗯 徐安叩见皇上 平身 谢皇上 打捞到尸体没有 奴才没用 捞遍整个荷花池 也没有见到逆贼徐连的影子 哎 哎皇上 朕也不能怪许公公啊 逆贼徐连五一高强嘛 想必早已在混乱之中逃跑了 如何能还能捞到啊 朕也早已料到会是如此结果 哎 徐安 你这次冒险救朕功不可没 朕都记在心里了 回京之后必有重赏 谢皇上 不过奴才让皇上受惊实在受之有愧 哎 徐公公何必过歉啊 你运勇过人护驾有功啊 一片忠心可表日欲 何某自愧不如 哎 怎么说是受之有愧呢 徐安 你也不必太过自责了 谢皇上 和中堂过奖了 哪里哪里 你太客气了 好了好了好了 你们俩都别客气了 徐安 你速去一趟十全县衙 叫陈清云陈文杰和新元小和尚 速来行宫见朕 不用皇上 这种事就不要麻烦徐公公了嘛 不如让全子拿大徐公公走一趟 徐公公还是留在皇上身边 保护皇上更要紧嘛 也好 难为你想得这么周全 就这么办吧 好了 大家也都累了 贵安了 折皇上 上旨下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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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这么丑的字都敢拿出来买 十全县真的没希望 哼 哎呦 这样的橘子都敢拿出来买 十全县确实没希望 闪开 闪开 驾驾 啊 哎 你敢抓我十全举人张国龙 听吗 驾 哼 闪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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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喂 有传气了没有 戳得给我戒指 喂 你撞到本老爷该当何罪啊 臭小子瞎了你的狗眼 赶拉我的马头 想死啊你 狗东西你敢骂我你 你知道我是谁啊 我是御剑举人 什么剑 御剑举人 你还真够贱的 我打死你 打死你 贱 再见 再见呢你 打人啦 贱人 你敢打我 有没有王法啦 你拉我马头 都看见了吧 这就是拉我马头的下场 哎呀 你再见 再见呢 哎呀 老老爷 你快到天涯看看吧 要出人命啦 玩得不聋 下次人不成名啊 衙门里哪天没事 要谁会蠢桌冷静 太算崩依前 而面不改色 金不跳 慌里慌张 慌者失智 乱者出错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慢慢讲 慢慢讲 回 老老爷 大内侍卫 传圣旨 你神经啊 有什么紧张 圣旨就圣旨 老爷我连皇上都见过呀 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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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那衙门口 报答 上 举人 报答上举人 那圣旨传给谁呀 还给小老爷 那你还不快去叫小老爷呀 那 那小老爷在哪儿 他和欣远一起上街买佛珠啊 你赶快去把他找回来 我先在衙门口应付一下 快点 这是混账 谁吃的香酒啊 这是混账啊 这太不像话了 你骑着大马横冲直撞 作恶行凶 这大清朝就没王法了吗 臭蛮子 老子打你就是王法 你敢骂我是狗是吧 好 那我今天就把你打成一条死狗 给大伙开开眼 你 你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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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哎 哎哎哎哎哎 怎么能这样呢啊 你在干什么啊 成何体统啊 这样下去还受人命呢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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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我我我我 闪开闪开闪开 闪开 狗东西 快把我放在 放手去 骂我 骂我 闪开 救命啊 救命啊 闪开啊 闪开闪开 小老爷 骑马逞凶的就是这个传职官 大胆 给我拿下 小皮孩儿 你毛长齐了没有啊你 小皇上 该你了 快 看什么呢 还不怪把他抓进鞋啊 拉进鞋啊 打一百大宝 抓抓抓 臭瞎子 你行哪 干嘛 把他带走 干嘛女儿 带走 干嘛 你们放开我 放开我 好 哼 看我张死他 看什么呢 我打死你们 有你们好看的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滚下 滚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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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小心点 你不要闹你了啊 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二等御前带刀世卫 我是奉神应得 我前来穿纸 你敢打我啊 好好好 好 王子犯法 与庶民同罪 我是不敢打的 今天我就打给你瞧瞧吧 不行不行啊 你知道这个封神应得是谁吗 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 你不想知道封神应得是谁 还能在官场上混吗 还能在这个市场活吗 他是文化殿大学士 一等宫 俊姬大臣和神和中堂的独生子 皇上至婚 何小孤伦公主将要下嫁的阿妇 也就是当朝驸马 就连封神应得这个名字 都是皇上遇刺的 老爹 这么说 这家伙是我皇亲国弃了 那何小孤伦公主是比我大 还是比我小呢 我应该管这混蛋叫姐夫还是妹夫 以后不许再提这事儿 皇上没有公开承认你是皇阿哥 你乱讲仪器就是贸任哪 轻者从军 重者杀头知道吗 知道知道 公开的秘密也是秘密嘛 窗户纸不能捅破 折袖布不能揭开 戏法必须蒙着别 好吧 那我就不认这家伙 我当皇亲国气了 胡胡把他打扫了 不会 不会吧 打呀 别打 别打 你敢 真打着吧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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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爹 本县从来是执法如山 说一百板子 就得是一百板子 少一板子 就叫循私王法 所以老爹 你快起来吧 要不然 本县可要公事公办 连你一起打了 哎呀 你这臭小子 翅膀硬了 连你老爹都敢打呀 老爹 这打堂之上 只有大清的王法 没有陈氏的架法 我咋不敢打 打 臭小子 哎 臭小子 你敢动老爹一根毫毛 小和尚就把你当臭毫使 扔到大街上去 啊 欣远快奉我下来 奉我下来下来 欣远哪 乖了 哎 臭小子 张师傅已经没事了 老爹 我已经派人 把他送回家养伤去了 哦 那就好 不用打死这个狗东西 给张举人偿命了 饶他不死 啊 就应该这样吗 哎呀 真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好好好 轻轻 一场误会 一场误会 驸马爷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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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这个仇 我一定会报 哎呀 你大人嘛 大人不计小人过 我请吃饭 啊 孙榜 孙榜 你不是来传圣旨的吗 传圣旨 传圣旨啊 孙榜 臭小子呀 你一天不认活就不自在 臣接旨 我还 还上口谕 陈文杰 陈青云 新原 速来行载见真 完了 臣遵旨 哎 喂 臭小子 你们两个还不领职啊 老爹 这个侍卫是假的 他凭哭捏造皇儿可遇欺骗咱们 老爹 你就别傻乎乎的 跟着下跪磕头啊 臭小子 侍卫怎么会是假的 老爹 那你以前见过奉真因德吗 没有素未平生 相见恨晚了吗 去 老爹 你呀不用自怨自艾 你现在想投靠和珅 还不算晚 但是 你得擦两眼睛 先防这些冒牌货 招摇过世 让你上当受骗 所以呢 你要是抱错了苏腿 可要抱恨你入身啊 我是假的 我要二等玉前的带刀腰牌 怎么样 真的 真的真的 腰牌也可能会是假的呀 听我老爹说 何忠堂的公子 当朝驸马呀 那肯定是 玉树临风 风度翩翩翩翩翩拙式的家公子 哪会像你呀 弘星霸道 无法无天的臭德性 你说什么你 一副张头疏脑歪刮裂 下三烂的臭嘴脸 你在 一定是破皮无赖前来冒充 拿着大旗做虎皮 假传正主 别有所图 您说够了没有啊 我有病啊 我冒充一个假传圣旨的二等玉前带刀侍卫 再说了 您是谁啊 您是天下第一聪明的神童 您清如水明如镜 我有病 我跑到您府上来找本子来 哎呀 说得极是啊 更何况那十全县 又握这个钦点六品后补同伴陈定云 把关作朕 谁不要命了 敢来招摇撞骗 大秋风啊 老爹 想要命就听我说 要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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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你这个剑邪之徒 心此侥幸 以善事法 吕剑不行 老爹 给我写刀估文 我要亲自报告刑在 请上旨定我 哈哈哈哈 小子了 哎呀 臭小子 你果然是洞察秋毫 辨别真假的本事呢 胜过老爹一百倍 我这就行文你票啊 喂喂喂 你们俩不死狼狈为劫 是不是想逃跑啊 哈 我告诉你们没关系 待会儿见了皇上 皇上问我 风神啊 你为什么变成这样啊 我就告诉皇上 嘿嘿嘿 你们小心被下到大牢啊 哼 你冒名风神阴德 大街跑马残害百姓 犯了欺君之大罪 你就等会儿吧 留着点力气 等着挨到吧 好 别 快快快 是哪个弯棒糕子吃上老虎抱的胆 您眼睛一吃我马上给它好看 嘘 此处无声生有声 你们俩就别说了 爷没面子讲 你们赶紧带我去见皇上 好嘞 走 这位爷 我们家仙太爷 公寒交给你们示威处 来来来来 劳云打架啊 知道 就这样 好好好 放开 徐安 朕让你去石泉县 催促封身阴德和陈家父子 为何迟迟不动 回皇上话 德已经回来了 快传 折 传封身阴德 严 Herstell 录 儿地 皇上 嗯 哎呀 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回受伤啊 爹 皇上 奴才无故受人掌击 因此才净毒的皇上 奴才实在是罪该万死 是谁如此胆达妄为 回皇上 使劝献令陈们节 他打了奴才一百大板 你去传达朕的口谕 他怎么敢对你行刑 皇上 陈文杰他长大奴才 他是目无皇上 他大逆不道他 他应该诸九族皇上 你啊 这怎么能这么讲啊 不行啊 陈文杰那只是个小孩子而已 小孩子 记住啊 把事情禀告皇上 是非黑白呢 皇上自会定夺的 皇上 这儿有石泉县给示威处的一份公文 尚有封身阴德受伤的原因 哪来我看 皇上 面 遮 石泉县补道冒充封身阴德之歹徒一名 假传尚玉御刑诈骗 犯有欺君大罪 另据 该犯还在县城大街纵马行凶 拖拽御刺举人张国龙三百丈远 致其遍体鳞伤奄掩掩币 若非小令出面相救 必死无疑 敬请领侍卫内大臣降察裁处 这东西你应该先给我看 再给皇上啊 何大人 是皇上让我念的 奴才不得不遵哪 你好义钱啊 彼此彼此 封身 陈文杰所讲可谓事实 回皇上话 少有出入 是那个人先拦我的马 就算是拦你的马 也不该托人致死啊 朕一再告诫你们 不可依仗出身豪门 作威作夫 欺压百姓 你忘记了吗 十全县令大历法子给你教训呢 不可怀恨在心更不能寻仇 听到吗 皇上 奴才记住教训了 奴才绝不寻仇 对 徐安 你就再走一趟传朕口谕 叫陈家夫子快来见朕 至于误打封身殷德一事 尽可不必担心 朕非常喜欢陈文杰 不分亲疏贵贱 嫉恶如仇 执法如山的品行 朕特意委派他们父子 专差钦拿逆犯徐连 至于十全县正堂空缺 就便宜了那个举人张国龙 算他因祸得福了 皇上圣明 奴才这就去办 你也回去休养吧 谢皇上 走了走了 奴才搞退 快点快点快点啊 老爹 你急个什么呀 那时候咱做缺子连马皇帝 一二三四五六七 王八 忠孝节替礼连 无耻 骂他王八无耻 他都没说砍咱们的脑袋 我打了封身殷德鸡板子 他还能小提大作砍咱们的脑袋吗 这次不一样啊 上次我们骂皇上 皇上为了表现自己宽宏大度 标榜青史 他可以忍 大传之的皇差呢 那可是大不敬之罪啊 更何况封身殷德又是和珅的宝贝儿子 石公主的驸马爷 即使皇上想放过我们 和珅也不会放过我们 石公主就更加不会放过我们的嘛 哎呀 我说老爹呀 你总石公主石公主的说 石公主她有那么厉害吗 她叫什么 你连这个也犯到吗 满洲人的女儿 没名字 就是皇家也是如此 石公主是当今皇上的第十个女儿 也是最小的女儿 据说长得特别像皇上 所以非常得宠 虽然是妃子所生呢 也被破格封为故伦公主 六岁的时候 皇上呢 就只婚将她许给封身殷德 哇 这个你也办 皇帝 石公主今天多大了 没跟封身殷德成亲的吧 石公主今年有十三岁了 好像比封身殷德小四岁 尚未下架呢 十三岁他能懂什么 小孩都十岁了 还傻乎乎的呢 是吧 你才十岁不也做了知仙大老爷吗 掌握着石玄县百姓的生杀大权呢 那是 我是天才儿童 他哪能跟我比呀 他不能和你比 他的官比你大到天上去了 故伦是蛮语 就是国家的意思 国家的公主呢 相当于亲王品吉吉品呢 哎呀 说破天儿她不就是我皇姐吗 有什么了不起的 哎呀 跟你说过一千遍一万遍了 不许再提的是皇上的儿子 忘记了吗你 我本来就是皇上的儿子 为什么不能说 我不用鞋底子打你 你就不知道闭嘴啊 哎呀 哎呀哎呀哎呀 哎呀哎呀 哎呀老爹老爹老爹 等皇上派人来把我们抓去杀头啊 哎呀老爹 有小和尚在 就能保住你的脑袋 哎呀是啊 哎呀那乖呀真乖啊 俗话说得好了 君教臣死臣不敢不死啊 父教子王子不敢不玩 嗯 哎哎哎哎 哎哎哎哎 知道就好了 快起来快起来 起来了 哎呀好啊 哎呀好啊 真是重啊重啊 上旨到 哎哎哎哎哎 糟了糟了 真的来了 真的来了 老爹老爹 陈文杰接旨 陈接旨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实权宪令陈文杰窝藏要犯徐帘 大逆不道罪在不赦 念其政绩上好 护驾有功 卓令奉旨缉拿逃犯 找回乾坤膳 限期一个月 若再敷衍色泽 卖放延误定与延程 候补通判陈青云 随同协助办理 钦此 臣接旨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何爹 快起来 死不了了 我要让我何爹 你还得做我们助手呢 生死了 生死了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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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小子 可我不打你啊 大胆 圣旨在此 你了不起啊 臭小子 小仙太爷九岁容忍钦差 可谓举世无双 恭喜恭喜 哎 徐公公 我已经过完了生日 满十岁了 是十岁大钦差 哎呀小子 有什么好骄傲 抓不住徐连 你我都难逃一死 城门失火殃及吃鱼 我被你害惨了 臭小子 哼 我陈文杰九岁壮业 十岁钦差呀 钱无古人 后无来者 老爹你忌妒 总叫我臭小子 其实谁臭谁知道 我天才而同陈文杰 聪明天下第一 相得要命 天下哪个父母 不愿意生孩子像我啊 大钦差 陈同盼也是爱你 才叫你臭小子 追捕逃犯可是责任重大 令有上誉 贤父子接旨即行 不得有误 姑姑 今天就要走啊 走就走呗 反正我也两袖清风 身无余物 赤条条来去屋切挂 老爹小和尚 我们走吧 出来了 这小老爷怎么爱不出来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出来了出来了 哇 哇 哎呀 这小县跟爷公正联名 爱护百姓 十全县是百业性的 新旺面貌大变 对对对对对 我们要把仙太爷的靴子 拖下来 挂在大门上 对对对 好 靴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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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靴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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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们干嘛 赵小子 这是老百姓太爱带你了 干嘛住我靴子了 不要 不要 我的 陈家祖祖脸上都有光彩呀 来 能把光着影子给孩子带上 保佑平安 就能跟小仙太爷一样聪明 小小姐救救我 哎呀 太热情了 太热情了 哎呀 哎呀 这可的 我来 哎呀 大家看清楚了 这可是少旨 谁死了 灭酒族啊 哎呀 没事的 灭酒族的 没事的 哈哈哈哈 状元的衣服没了 我们抢通盼的 不要啊 不要 救命啊 不要啊 救命啊 老爹 走啊 啊 啊 你怎么臣家不死吗 皇上 皇上 皇上你在哪儿啊 下来 下来 皇上哪儿啊 皇上啊 啊 皇上驾到 哎呀 路上见皇上 叩见皇上 叩见皇上 朕问你 用圣旨围屁股 也是情不得已忘 就是灵石出死呢 都是便宜你了 小神童 你 皇上开恩 皇上开恩 爹 这小孩子他不懂事 哎呀 你俩别求他开恩 咱们没罪 还应该奖赏呢 当我皇上的 不问青红枣白就杀人 不是明君 是昏君 你们这样胡作非为 不但没罪过 还要朕奖赏 朕是华天下之大吉 好 陈文杰 只要你能说出一个理由来 让朕能信服的 朕就可以面欲追究 哼 皇上 这事儿 您可以问徐公公 他可是亲眼所见 十全县的老百姓 听说您今天我做了大钦差 就倾城出洞 搭起我的靴子 要挂靴留念呢 哼 挂靴留念不过是虚应的故事 也值得你在这儿吹虚 不不不 我可是巨师已造 你们不信 虚共可以证明啊 皇上 小陈大人所言无虚 百姓如此拥戴父母官 是皇上责备四海 教化万方杰出的封果 是大清之福啊 陈文杰被罢光衣服 算是何情何礼吧 陈青云一个帮办师业 乌官机品钱不入流 难道百姓也要撕她的衣服 留作祭奠吗 皇上啊 皇上 老爹呢 是跟我占了罐了 幸亏幸运把我们两个 救上了房顶 为了躲避热情的老百姓 我们只好穿房月季 飞檐走壁地来到了行赛 可是我们三个人 真的是下不去房眼啊 这才叫官民一家实全成 皇上 陈文杰所说句句属实 并无夸张啊 对啊 你少带这张狂 告诉你 乱闯进宫 惊勒圣驾 也是罪该万死你知道吗 嗯 那您哪 纵马大街 扰民害民 还有拖上御四军 张国龙 我就打你几板子 略加薄成 你就给我上皇上这告状了 您不罪该万死吗 你个臭小子 你 你们别吵 陈文杰 朕问你 擅自闯入行宫 所为何事 皇上 您就单是这样 小臣和老爹 还是不能奉旨出差啊 为什么 皇上你知道吗 小臣置石泉县这半年以来 一文不摊啊 毫无积蓄啊 可是追捕徐连又山高路远 谈废何从而来 总不能让我到处去打秋风 勒索地方吧 也不能再度去要饭讨吃 那多给大清嘟脸啊 是不是 逆犯徐连是你的妻子 三番五次要行刺针 应该由你自己掏药帽捉拿归案 好 Andreas波欺動 吉他的歌 与炫詞 愿 那颜藏少年真情 似爱早已走竟天 productive smoke 回去了 肥 铭耳其風 卻又忽略身邊真情 別說年少 懵懂無知 不知把離愁 說給誰聽 說給誰聽 你的心能不能明白 愛能否讓真情長流 能不能感受我無聲的愛 這份愛把你一生不在 思念總讓心兒起風 卻又忽略身邊真情 別說年少 懵懂無知 只想把心願說給你聽 把心願說給你聽 把心願說給你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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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